阿爺年紀大,機器壞,最近入廠大修, 有空無事,上網看電視, 看座那家沒有人看電視台, 一出由女神同主演第一出電視劇, 那套也是大波粵語片《鹽蛋》, 和阿爺和我現在說的《石咯歌舞嚴聲》的第一出, 也是最後一出電視劇, 在戲女,石咯歌舞嚴聲飾演那個冷艷索爆失婚女人, 很神似!等阿爺說過你們知道她的事吧! 清朝陽武運動眾神的曾孫女, 雙親早世,九歲學芭蕾舞, 十二歲和她的大子, 即是那位唱抄摩那位國語歌星, 在新加坡當歌舞演員, 在新加坡當歌舞演員, 被新中國公司那位女製片和小姐 在中華民國47年3月24年合約, 豁泰去香港彩影劇, 拍過國語片一百集, 《雙子對著黃黃》, 歌唱《在人間》, 聲聖《同月亮斗光》, 自由談情說愛, 《茶山唱情歌》, 在中華民國49年6月3日,週五, 電影歌舞企劇片《雀仔衣人》, 隨便登台, 表演印度舞、日本舞、海軍舞。 翠綠山江肉血記就飾演鄉村姑娘, 因為拍攝由沈常福馬戲團協助拍攝, 那出國語片大馬戲班, 飾演癡情少女, 跟男主角搭上, 不過,她的跳通眼眉大者就不多老黎, 事關那個由美國加州大學回來的那位帥哥小生, 他兩兄妹都是薄情寡異, 個死老妹妹是國語片艷星, 很多學生歌迷, 原本跟爛倒導演都仔結婚, 生了個矮仔, 怎知又勾了個上海打仔明星, 搞到老公都仔在父親節那天吊頸自殺, 但情到龍時, 誰人阻止, 帶者激到眼淵, 去人道尼西亞登台, 沒有眼看, 女方主婚, 在中華民國58年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11點, 在九龍堂, 太子道258日, 聖德納薩堂行禮, 見證人有來看熱鬧的阿爺, 爛倒導演都仔, 那見孝婆, 同一個姦夫上海打仔, 紅線女最威的徒弟, 阿堅哥, 班班個大子, 晚上在海天酒樓延開八十席, 然後去日本道蜜月十日, 婚後住在尖沙咀, 七咸道, 家庭遺傳, 中二滾滾下, 中華民國63年, 已傳出隻佬和蘇斯王友緋聞, 然後又與踏上那個才女, 踏上, 即是現在粵劇紅令神同輝的老婆, 最後還踏上那個才女, 幾十歲人還在電視, 帶跳華爾滋, 賣骨格靈約廣告, 真是看到人作嘔, 他真的沒有眼看, 獨自離開香港, 去曼谷, 吉隆坡登台長達半年, 中華民國64年, 更在新加坡開了理髮店, 然後連續走復生台。 他在中華民國66年12月5日, 星期一, 與沒有人看電視台簽約, 演出電視副造劇追尋望族威士, 飾演那位名流情婦, 心歸怨婦表情入營入格。 中華民國68年8月28日, 星期二, 在莉原酒店, 與其一班老死, 小娟、葉豐、原導演、小龍 演出電視副造劇追尋過最後的一個女人, 粵劇名零個女人, 叉燒女歌星, 教人唱歌的女人, 善別燕。 中華民國68年9月2日, 星期二, 陪同多年只有九歲獨子, 亞細緣, 去英國念書。 中華民國79年9月, 曾經與兒子回香港, 為商業電台英文台演唱片騎士, 最後他因腳趾矯營小手術, 全身麻醉後昏迷不醒, 在中華民國80年2月8日, 星期五, 在英國倫敦逝世, 在零五十歲, 遺體被火化,